我们常说善事会有善效应 那么什么是善效应呢 住在台南的家庭主妇张淑珍 自己是大爱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透过新闻他了解了日本最新灾情 还有司机的震灾状况 于是他就决定要义卖自己制作的有机蛋糕 而且他还要把连续三个月的营收 捐给司机来协助日本的震灾 还没拿出炉呢 张淑珍制作的有机蛋糕 早就让整间屋子飘着香气 用糖粉然后经过那个shadow mask 然后就让它掉在上面 制作过程不马虎 选用有机食材是他的坚持 但张淑珍其实是个家庭主妇 烘焙只是兴趣 他想都没有想过 原来兴趣可以成就他做好事 我本来就不是要盈利 然后我想说我们就是有集合 就是在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集合一些 大家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想应这样子一个活动 我这个的话都是用完之后会回收 然后回收完回来 我都用纸外线把它杀菌洗一洗 可以我重复使用四次 因为看到那个日本大地震真的很严重 台湾有水壁震灾 我们都蛮自有感同跟受的 为了想应应这一次慈祭援助日本 张淑珍请来一位老同事帮忙意卖蛋糕 而鸡卖的地点是他常去的有机食品店 巧克力四颗 巧克力四颗 喂 慧宇妈 我是苏贞啊 我们等一下会送蛋糕过去哦 保姬我们要走了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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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芬 好 慧宇 嗨 我这个的话放哪里 你们看要不要 到边来 放这里好啊 放这里 下午我们店里面有客人来 大家試過之後覺得OK的話 就是今年母親姐蛋糕 就可以請大家帶這個回去給媽媽品嘗 張淑貞從今天起 已賣三個月的蛋糕 這些蛋糕將化為苛刻愛心 透過此季送到日本去